我又一世 疑惑了多年 终于有机会可以当面问问你 合适啊 说吧 当年 为何要灭圣国公韩怀城满门 你是谁 韩怀城之女 韩迈遂 朕真是老了 眼镯到如此低谱 我只问你 为何要杀她 朕也不知道 为何要杀她 为将者 罪继功高盖主 这 便是帝王之心 唐老韩怀城有诏一日 把刀锋对准了朕 朕该如何是好啊 你住口 我爹的忠心对天可表 你怎么能忍心下得去手 俞儿 你住口 你住口 这 良者 你住口 你住口 打祸 又自是无辜的呀 朕甚为欣慰的是 朕知道你是真心教授玉儿 玉儿 尚未成年 无力自保 朕有心将玉儿托付给麦穗姑娘 救救她 给她一条生路啊 国事繁忙 你最近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下午我跑一趟御膳房 给你做一些降噪的补品 你亲自做啊 那你敢做 我未必敢吃啊 还是这么哀闹 一点当皇帝的样子都没有 以后注意 以后越来越忙了 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空了就能聊天 你担心什么呀 你担心什么呀 以后 你是我的皇后啊 皇后 你能想象得出 我当皇后 是什么样子吗 我想一想啊 你能看 怎么是这样啊 什么样啊 没事 还是这样好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穿女人的衣裳 未必由我穿好看 上帅 阿脈被扣通敌之罪 被关入了天牢 通敌 谁耍的呀 领部尚书杜长英 林相 这其中 必有蹊跷啊 林相求见 林相 这前线还打着仗呢 把主帅给抓了 你 你这是什么章程啊 朕北军元帅麦穗里通外敌勾结北墨 若此时不抓 难道还要等到与北墨军兵河一处 回宫南下吗 那你告诉我 他有什么理由通敌啊 麦帅已经认了